这两本书我真的是爱不释手啊 大英博物馆人类简史和大英博物馆动物简史 能够亲自去过大英博物馆的人一定不多 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去过 但是却对里面的藏品充满了好奇 对他们背后的历史和文明充满了向往 对他们的神秘 对他们的精美 对他们诞生的那个年代和一路经历的岁月充满了想象的话 那么这两本书呢就是你不二的选择了 超高的拍摄技巧精致的印刷质量和恰到好处的文字描述 仿佛是把这620余件精心挑选的珍贵藏品摆到了你的眼前 你甚至都能够嗅到他们的气息 哪怕随意翻番都能沉浸其中 惊叹人类之伟大啊 而且最赞的是这套书的开本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合适了啊 不大不小捧在手心呢 真的是刚刚好啊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这样的高质量的全彩图书 但是以往他们基本上都比这大了一倍的尺寸啊 放在家里面的书桌上翻番还好 但是想要随身带着在地铁上拿出来成为那个全车厢最亮的宅 没有可能啊 但这两本书呢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痛点啊 不论是收藏精毒还是偶尔坐在太阳底下随意的翻番 都既有品味也有气味 你可千万不要错过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